最重視就是你絕對不要給我用塑膠袋去裝這個糖 我最近很多病人在減肥 他吃滷味帶子然後這樣膠進去 那會不會很有問題 不見得所有看起來是塑膠的東西它都有塑化劑 像我們講的靈本二甲酸質 我們研究的是這個東西是最容易破壞荷爾蒙 所以其實精確講是這個東西才會有問題 嗨大家好歡迎收看溫馨聊一聊 我是溫馨醫師 你知道嗎很多的大病小病 包括令人聞風喪膽的這個癌症啊 三高啊心血管疾病 小致像是過敏肥胖 以及大家很在意的一些皮膚啊 甚至女性的金錢症候群荷爾蒙等問題 真的是無所不在 而這些不只是跟我們的飲食 還跟環境中的毒素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為了揭開這些毒素的秘密 我今天特別邀請到在日防醫學裡面有卓越成績 而且在營養醫學也非常在行的我的好朋友 許崇恩醫師來跟我們聊一聊 大家好我是許崇恩醫師 聽說許醫師其實自己本身啊 是不是就是毒素的受害者 對對對我開始做預防醫學的時候 就發現自己很容易受到這個環境毒素的影響 體內很容易積累這種重金屬 像是狗 驗到這個毒素過多也就罷了 我的營養素還容易被它消耗掉 所以那時候是有什麼樣的症狀 其實這是重點就是沒有症狀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因為環境毒素其實會容易降低我們的免疫力 所以我有幫自己監測自己的免疫力發現有一個東西叫做 NK細胞 特別的低落 NK細胞中文翻譯叫自然殺手 殺手細胞 對 那它除了可以殺病毒之外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殺癌症 那時候我因為想幫自己打造一個不會得癌症的體質 人家NK細胞可能6算是及格 我居然只有0.9 研究之後就發現說 狗把我的一些營養素消耗掉 比如說有一個很重要的 西元素這個東西 我就被消耗的非常的低落 所以就導致了我免疫力低下 它雖然沒有任何症狀 如果放著不管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幾年後就可能會得到很嚴重的疾病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 就像你講它是沒有症狀的 可是如果不是因為你自己想要在這個領域 讓自己更加的健康的話 其實你根本不會意識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才說為什麼說我是抗衰老營養醫學 抗衰老意思是我想要防患與未然 就最好它完全不要發生 但是環境有時候是我們沒有辦法去預防的時候 那我們怎麼辦呢 應該要從辨識跟認識開始 我們才有辦法在生活中做選擇 所以希望這一集呢 我們就是可以從生活中來更了解 保護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想知道有哪些好用又相對安全的日常用品嗎 送你My Best天然的用品清單 只要點擊螢幕上方的按鈕 即可領取這份實用的清單 都是我平常有在用的喔 台灣的時候在2011年的塑化劑事件之後 雖然過了兩年也就是來到2013年 可是在2013到2016年當中 他們統計了將近2000位台灣人的一個尿液破落塑化劑的情形 報導指出啊在塑化劑也就是零本二甲酸質類 我們平常講的DHP這個部分 代謝濃度仍然是高於一些先進國家 大概是兩到七倍的一個問題 很多人對環境荷爾蒙無感啊 是因為它不像即興中毒嘛 而且也不會有馬上的危機感或是疼痛 我覺得這就是它最恐怖的地方 今天想舉一個例子 很多年輕女性都會遇到的一個叫做 子宮內膜異味症的問題 那有些人也把它叫做巧克力囊腫 想分享這位是一個39歲的女性 她來我診所主要就是很嚴重的過敏 加上驚痛的問題 然後我就深入幫她分析發現說 首先她的這個磁激素過高 然後驗起來發現她的身體慢性發炎指數也過高 再來是有一個代表過敏性體質 四酸性球的指數也超標 綜合以上之後我就會發現說 巧克力囊腫這個疾病 好像病因還不是說非常明確 可是至少我們都確定 第一個它就是跟磁激素過多一定有關係 第二個是跟慢性發炎有關係 這些全部在這位患者身上的確是存在 過敏啊 就是阻滋胺過多這件事情 也是會造成她這個疾病的惡性循環 所以我們的營養處方切入的角度就是 把它排磁激素降發炎 然後抗阻滋胺 這些都要阻 聽起來蠻完整的啦 就我所知磁激素它就是肝臟啊 腸道啊 然後你可能就加強它的解毒跟代謝 理論上這樣好像就已經夠全面了對不對 但我後來發現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想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沒有把造成你生病的原因拿掉 如果你這個病還是不會 造成你發炎磁激素過多的原因是什麼 對 你要去找出這個原因 這個案例來說 驗出來就是環境荷爾蒙是過高的 環境荷爾蒙它可能就是模擬磁激素 對 然後一直在它的系統裡面一直去刺激 對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不拿掉 然後你一直給它補排磁激素的 抗發炎的抗阻滋胺 它達不到根除的效果 是 所以這個案例呢 它一開始只做營養療法 有得到改善 可是沒辦法根治 對 但是好消息是 它重視了無毒生活的經營啊 就是把環境荷爾蒙都從生活中排除之後 它去婦產科檢查就發現 它的巧克力兩種已經縮小了 那這其實也讓我想到 也是今年吧 台灣的團隊 他們也是去分析我們台灣的乳癌 年輕化 50歲以下的女性開始變多了 那其中一個原因 他們就發現我們的癌症跟國外比起來不一樣的是我們的環境荷爾蒙的影響比較大 主要可能是一些孵化物啊之類的 可能在我們的衣服啊 或是出去裡面可能都是有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不是這種孵化物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塑化劑類的 或是女生用的保養品啊乳液啊 裡面可能有些防腐劑類的 有些人會說 欸這個不是都符合國家標準嗎 它真的會有問題嗎 所以關於這件事情我也是一直在追蹤 就是很多國外的文獻嘛 然後就讓我看到一篇 應該也是近期這一兩年的 他把41位得乳癌的患者去研究他們的乳癌細胞 他們先把乳癌細胞拿出來以後 然後叫研究者做一件事情 光是28天他們的乳癌基因就被關掉了 他們請這些受試者把生活中 跟Paraben 0202甲酸之類的東西 還有分類 就是日常用品中有這些都把它去掉 然後給他們一個無毒的清單 只是28天 很快 癌症基因就被關掉 聽完這些恐怖的案例 大家應該會很想知道 要怎麼檢測是否呢 自己已經受到環境賀爾蒙的影響 檢測的話其實主要就是驗尿液就可以 環境賀爾蒙我們主要把它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我們常講的塑化劑 第二類是防腐劑 但是一個特別叫做Paraben的這個防腐劑 第三類主要大家比較少聽到是一個叫分類的一個物質 比較常新聞有在報大概就是叫雙分A BPA嘛 BPA 對 這東西大家比較常聽到 可是食物上我在做的時候很少驗到雙分A超標 大部分都是其他有些像什麼人基本分啊 丁基本分啊 這些分類的東西 那主要存在於就是清潔用品之類 清潔用品可能包括你家用的洗碗精啊 洗衣粉啊這些的 或者你插在自己身上的像是洗髮精啊 墨浴乳啊洗面乳都可能會有 擔心自己體內是否累積太多環境賀爾蒙的觀眾們 趕快點擊螢幕右上方按鈕或資訊欄連結領取吧 其實環境賀爾蒙這五個字大家聽起來會覺得很陌生 可是有三個字大家已經聽過 就是塑化劑 大家很常見於食品包裝 比如像保鮮膜啊塑膠啊等等的 所以大家其實現在都很有意識會用環保餐具嘛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應該是越來越少才對 很多研究還是都發現說 怎麼塑化劑在體內還是這麼陌生 因為可能你拿塑膠袋裝熱石等等的 你吃進去就會造成塑化劑超標啦 一超標有什麼風險呢 有幾個重要的點 就是你的BMI你的腰圍你的體重還有你的胰島素足看 可能都因此會升高 所以你接觸到這類毒素越多的話 簡單講你就越可能會肥胖 因為身為一個媽媽真的是從我懷孕以後 我才開始意識到這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媽媽在買東西的時候 查網路就會發現說 他特別強調這個無什麼無什麼 你才會意識到說 蛤?所以這個很嚴重嗎? 因為孕婦跟小孩 他是最異感的族群 台灣國會院的研究 追蹤了13年 他去查孕婦在看生出來的小孩未來的發展 他不只是在性荷爾蒙方面生殖系統的一些異常 他甚至會影響到智商 行為 情緒 就是跟腦部的一些影響 沒錯 其實都是有關係的 我們最重視就是 你絕對不要給我用塑膠袋去裝這個湯 我最近很多病人在減肥 他吃滷味袋子然後這樣膠進去 那會不會有問題? 其實用塑膠餐盒 不見得所有看起來是塑膠的東西 他都有塑化劑 像我們講的零本二甲酸質 我們研究的是這個東西是最容易破壞荷爾蒙 所以其實精確講是這個東西才會有問題 對 其他塑膠產品會不會有問題? 不見得 不能一片蓋全這樣 對對對 所以其實現在在裝食物的東西 基本上都有受到管制 比較不容易會造成問題 有一些可能小吃攤 大家沒有這個概念的話 就會裝一碗熱湯直接就倒到塑膠袋裡面 這個就很傷了 嗯 很多人真的來我這邊驗 然後發現塑化劑超標 都會非常驚訝 因為他們就是健康醫師很高的 都帶環保餐具 去哪裡他都拿自己的餐具裝 那這樣怎麼還會塑化劑超標? 就代表說 除了我們熟悉的這種食物中攝取到之外 一定還有其他的源頭 後來我就開始研究就發現說 原來有一個很常被忽略的就是 個人的這種清潔保養用品 尤其是有一些香香的味道的東西 可能加那些香精什麼的 然後那些香精不是塑膠嗎? 大家可能無法想像 其實香精裡面為了有這個定香劑 零本二甲酸質 就是這個塑化劑 來讓它定香 所以就會不小心就插到身上 就進到體內 像你剛剛說的那個 並不是每一種東西都有毒 這個特色的強調就是塑膠其實是有分的 所以像其實我們回收的時候 不是會看那個塑膠的標誌嗎?對不對? 塑化劑它可能比較常在PPC 這種類型裡面 可是如果是PP的食品級 這種分類的話 相對來講是比較安全 我們其實很多大環境的毒素真的無法避免 但我們不是要百分之百都避免 而是你要有意識的慎選自己吃的或用的東西 比如說我前陣子去買了一個乾洗手液 我就隨便抓了 但是沒發現說它原來是柑橘口味 一噴 我整個打噴 那打了十分鐘都停不下來 嚴重 超嚴重 當你開始有意識的把毒素避開 過一陣子之後你再碰到這個東西 你會很明確知道它對你身體是不好 但我覺得香香的東西真的好難喔 我以前超喜歡香氛蠟燭 香氛蠟燭 就是那個儀式感 我又覺得我只是這樣聞到 它又沒有碰到我 香氛蠟燭是不是也是徐醫師心中一個很大的雷 對啊 因為我其實現在對這個東西真的超敏感 所以我也知道那個東西擺起來 視覺上真的超療癒 其實聞到的跟擦在身上的東西 我都會很小心 然後像是要讓自己香香 然後環境改變一下這個空氣這種氛圍的話 我可能就會用純露 或者說是精油 像這個就是純露 我可能有時候就是心情會被影響 然後就會拿出來就可能就噴一下 環境的氛圍就會改變 或者說有時候下班後 整個自律神經有點太旺盛 想讓自己開始平靜下來的話 那就會拿精油 很簡單就塗在手上稍微聞一下 不只香香的 甚至你看芳香醫學 其實是一個治療方法 你就可以讓自己感覺到平靜 然後抗焦慮的 我跟你講我真的是平常 拿起來有點不好意思 我平常大概帶四五罐的 這個是純露 這個是精油 這個是精油按摩油 這個也是按摩油 很多秘密配方的感覺 這都是你自己配的嗎 我有去學啊 然後會自己調 像這種吸的東西 它產生的危害跟一般我們塗抹的塑化劑是完全一樣嗎 還是說會有其他的一些問題更影響 不管是吃的或吸的或塗抹 最終都會進到這個血液裡 就是到體循環造成一些傷害 那吸的尤其容易造成這個 不吸道的發炎還有過敏 作為女生其實你還是會有很多要接觸的保養 化妝品 那我現在還是盡量有幾個原則啦 譬如說盡量不去抗染啦 盡量能少化妝就少化妝啊 然後我也不用香水 我就是用我的純精油 保養品的東西 我盡量就會看 不要有一些太多的味道 偶爾是完全沒有關係吃 就不會是我平常的一個routine 這邊先跟大家分享一個小雷 常常你在標示上他們會標示香精 或者說他會寫fragrance 對很多都有 對你看好像這個成分ok喔 是 但是其實fragrance它裡面可能就有這個所謂的定香劑 他怎麼沒有寫 他不用因為他就是拿fragrance來加到裡面 他並不是故意要加塑化劑 而是他加香精 但他不知道這個香精的製造過程中 本身就會用到零本會加酸質 這個要很有高度意識的人才會知道 我覺得現在超多提出過敏啦 異味性皮膚炎啊 尤其是小朋友就開死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讓我對這個東西更注意 是因為超級會刻薄的方法做備孕的療程 然後備孕大家就會覺得說 我要吃各種營養素幫小孩長得健康嘛 結果生出來真的很崩潰 因為小孩的異味性皮膚炎還是超嚴重 我那時候也有點挫折 因為我自己做營養醫學 營養素方面來講該做都做了 怎麼還過敏性體質 後來我才開始研究說 原來環境賀爾蒙也會造成過敏性體質 就是這個異味性皮膚炎的問題 剛剛有講到其實不是因為它是環境賀爾蒙 它就只影響賀爾蒙相關的東西 它是會影響免疫系統 對 ParaBan 它中文叫做對槍機本甲酸質 的這種防腐劑 那這個防腐劑真的很常被用到 可能藥品也會用到 個人的保養品也沒有用到 所以就是大家真的要注意看那個標示 有沒有這個ParaBan 而且保養品更可怕的是 因為它為了強調這個滲透塊好吸收 可能因為這個特性 它反而讓ParaBan這種毒 更快進到人體內 所以它真的是有一個相關聯性 我覺得乳液這件事情真的很難 因為說墨浴乳你可能還能洗掉 可是乳液你如果用不對 它其實是會停留在身上 所以也是為了這件事情 我真的就查 因為寶寶肌膚很嫩 那你就也會想要給它吐東西 那我發現ParaBan 不能說它真的會致癌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它目前是沒有被禁止使用 它會在一個合理的規範跟濃度 你要符合這個規範跟濃度的話 其實基本上是安全的 可是如果我自己是對健康要求比較高的人 然後呢 我們也是在自己的允許的範圍內 去處理的話 我覺得還是值得啦 再來是剛才鄧醫師講到一個關鍵 就是很多東西它決定要不要禁用 主要是看它會不會致癌 可是我們剛才講的 它其實用的時候會增加你 異位性皮膚炎的風險 然後肥胖的風險 甚至IQ會降低 這些跟癌症沒有關係嘛 可是我們健康又不是只看癌症而已對不對 所以大家還是要面面去 多一分小心 多一分安全 前年來了一位失智症的案例 其實是輕度而已 所以我們想幫它找到造成大腦功能受損的原因 那我們就找了半天發現它各方面都很好 它也沒什麼慢性病 所以它會得到這個病真的讓人有點意外 可是後來就發現有一個東西它是超標 而且是嚴重超標 就是環境荷爾蒙 大家可能會覺得環境荷爾蒙跟失智症也有關係嗎 其實真的是有 因為環境荷爾蒙這類環境毒素 還有一個機制就是 它會破壞我們的栗腺體 然後栗腺體是細胞的能量工廠 神經系統呢 是非常需要大量的能量 所以你的栗腺體假設一被破壞 神經細胞得不到能量 那很快就會病變 甚至凋亡 如果我是一個一般民眾 我還是會有一個砍過不去 就是說剛剛講了很多東西就洗掉了 但是它為什麼還是會對我的身體造成影響 你可以想像每個人體內 都有一個大小不同的垃圾 垃圾桶就是你的肝臟的意思 當它裝了很多毒素 裝到一定限度以內呢 它還可以handle 但你一下給它太多毒素 它處理不了的時候 這垃圾就滿出來 弄髒了其他的器官跟系統 造成它的病變 了解 所以就是越少越好 其實糖也是嘛 很多人跟我說 欸它都完全沒有喝含糖飲料喔 可是它為什麼糖還是過多 就是超過身體的負荷 就是因為你這邊有一點糖 這邊有一點糖 噢對 淡水有一點糖 對 所以它全部都是在這個籠子裡面 我們如何去強化我們這些解毒啊 或是代謝的一個系統 跟大家講一些基本功 飲食中就是要多樣攝取各種的蔬菜水果 因為它們裡面有抗氧化營養素 植化素 維生素 礦物質等等 都非常的豐富 所以這其實是基本功 再來就是多喝水 水一定要夠你毒素才排得掉 如果不靠肝臟的話 我們可以靠排汗 所以運動啊 或者是你洗一些三溫暖啊 泡澡啊等等的 都可以讓毒素藉由汗滴出來 是 這也是一個好方法 嗯哼 營養素來講 飽肝的營養素有非常多種 飽肝之後呢 這個肝臟會把毒素倒到腸道 腸道還必須要把這個毒素再掃出去 就是排便把它排出去 對 所以如果你有便秘的人 請記得一定要先把便秘的問題給解決 要不然的話 你毒素倒到腸道 然後無法處理的話 哇那又被吸收回來 到底有沒有哪一個排毒東西最強 什麼飽肝排毒 其實沒有哪一個最強 所以我其實都提倡說 看能不能精準一點 就是你檢驗一下 像我自己檢驗說 原來我自己特別容易累積到 拱這個毒素 然後特別容易把我 吸元素消耗掉 那我當然就要多重視說 避開拱啊 然後多補充Celanium啊 這就是我個人的這個排毒療程 是是 那大家不妨就是可以找熟悉 營養醫學的醫生就是來做這件事 那如果不這麼做的話也可以 那簡單來講就是 譬如說 骨光肝胎 B群 維他命C 有各式各樣的保肝排毒點滴 大家也可以適量的 在你醫師的建議之下去服用 如果你要看到效果的話 還是要有一些數據去幫助你 要不然保養用跟治療用的 劑量是完全不一樣 保養是為了讓自己 不要有嚴重的缺乏症 對 可是你如果吃到高劑量 是為了把毒素給逼出體外 吃一般劑量就沒有用 對我覺得很多的營養素 包括我們常聽到的 辛西點鐵蓋美娜甲 這些礦物質 你就把它想成是 身體本身就是需要的東西 好像就是我最終房子的肝骨架構 架構不穩 你沒有給它足夠 它本身需要運轉的東西 它就沒有辦法運轉得很好 對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 保護自己的健康是至關重要的 快來找我們醫師啊 幫身體好好的解讀一下 即刻行動 遠離環境毒素 那今天非常謝謝許崇文醫師 就是來到我的溫馨聊一聊 那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我們分享更多的知識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幫我們按讚 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 並且分享身邊的朋友 許醫師自己有粉專 然後可以去追蹤 得到更多的營養資訊 謝謝 我們大家下次見 拜拜